好,我们来看111年会考补考的第十题 有一个火锅店呢,办周年庆活动 结账的时候呢,顾客可以从这个某一个箱子里面 箱子里面有金球、银球跟白球 抽出一颗球之后,再把球放回箱子里面 抽出之后再放回 然后呢,如果抽到金球就是免费 金球呢,它就是免费 抽中银球、打五折 白球呢,就是没有优惠 以至呢,这个箱子里面呢 白球的数量是金球的五百倍 再来呢,银球的数量是金球的五倍 那小美呢,打算参加这个活动 而且呢,箱子中每颗球被她抽到机会相等 那请问你,免费的几率多少 没有优惠几率跟打五折的几率 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 要算这个几率呢,因为它都没有告诉你 球的数量是多少 它只有告诉你是几倍 所以我们先假设 这个金球 因为金球是最少的 金球假设是X 金球如果是X的话 那银球呢 银球是金球的五倍 就是5X咯 那还有一个这个是白球 白球是金球的五百倍 这边有写吧,这句话 这个银球是金球的五倍 白球是金球的五百倍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白球呢,是金球的五百倍 五百倍 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X加5X加500X 全部加起来 506X 全部加起来 506X 好了,现在呢 你要算免费的几率 这个免费是什么意思啊 免费就是抽到什么球呢 就是抽中金球 那免费的几率是多少呢 全部一共506X 这个分子呢 就是放金球有几颗 金球有X颗 好,这时候呢 X就可以消掉咯 所以呢 抽到金球免费的几率 其实是506分之一 所以呢,这个假呢 假说小美结账免费的几率是五百分之一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假是错的 不是五百分之一 是五百零六分之一 所以假是错的 那免呢 没有优惠的几率是打五折几率的一百倍 对不对呢 我们来算一下看看 这个打五折 打五折是抽中什么球呢 就是抽中赢球 打五折的几率是多少呢 全部五百零六X 全部五百零六X 这个赢球呢 有五X 那你这时候呢 把X消掉 所以呢 你就可以得到 打五折的几率是五百零六分之五 好,继续往下看 没有优惠 没有优惠 那就是抽到白球咯 全部一共五零六X 这么多个 白球有几个呢 五百X个 这么多个 那把X消掉 所以没有优惠的几率是五百零六分之五百 那这个以的叙述是这样 他说小美结账 没有优惠的几率是结账打五折的一百倍 没有优惠五零六分之五百 那打五折是五零六分之五 刚好没有优惠的几率是打五折的一百倍 所以这个以的叙述呢 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假错误 以正确 答案选D 这个选项 好,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